台南杀警案 遇袭殉职的原警曹瑞杰 警方解剖之后发现 他的身上有多达38处的刀伤 而他的哥哥在脸书悲痛发文 提出了四大疑问 包括弟弟执勤 为何没有配枪 为什么到其他分局辖区抓人 却没有支援 而且明明听警察同人说 到场时弟弟还有意识 但就医之后却变成血已流干 更质疑外溢间玩文字游戏 说嫌犯不是逃逸 而是休假未归 根本是谢责 直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弟弟 强调自己要的只是一个公道 从警六年认真负责 年仅27岁的原警曹瑞杰 因公殉职 不过曹瑞杰的哥哥气愤难平 脸书提出四点之一 为何弟弟出勤时没配上枪 而且第二分局 为何抛到第三分局 台江大道没有任何支援 事实上交通稽查 我们原则是可以不配枪 跟检方商业遗体 曹瑞杰身上有38处刀伤 其中胸部有深度刀伤 但哥哥质疑 根据道场原警表示 当时弟弟还有意识能回答提问 为何最终得到的讯息 说血已经流光 他也批评外溢间玩文字游戏 说嫌犯不是逃逸 而是收嫁未归 根本是谢责 他欲嫁未归 这四个字太沉重了 可以说是泯面人性 他在家属的伤口里面 在撒大笔的眼去刺痛 还要等中央通盘检讨 一桩杀警案 显现种种制度漏洞 家属痛心直呼 再多补助再多钱 也换不回亲人 只盼厘清真相 还家属一个公道 这终合报导